鸡干的话更多这种毛牙 看一下这种毛牙的话 我们首先先从底下的一些毛牙给它去掉 因为底下的话 有的太多的鸡条肯定是不太好 说这样的话我们先从一种小毛牙开始去修剪 这里有一塔的话 因为鸡塔跟上面鸡塔的话 它是平衡的 到时候会去掉 会去掉 因为如果说鸟的话 也是离地面太矮了 只要S公关主要 鸡干的话也是去掉 毕竟我们现在做的话 基本上就是步步高升一样 线上面上来的话 鸡塔的话这几个鸡条先保留 先去掉中间的 中间有一些小毛牙 侧牙这种的话先去掉 还有一种小的这种的话 我们先让鸡条中间的主干鸡条减少 像这种的话先输掉一丝鸡条出来 减少鸡条 上来顶端这里的话 中间这些同样也是一样 我们是一步步的去修剪 剪了以后就看上这些鸡条就比较少了 就看得清楚了 以后的话像这种单一的鸡条 像这种单一的鸡条 就要给它养好鸡条才要做 如果说一个鸡条 它没有吃牙出来 只有两根就不好生鸡线 有时如果很长的话 只能这样子搬回去 搬回来这样子收回来 收成云塔 这样子用鸡线来收 现在的话我们之前有削剪过 但是的话只能冒出两颗小鸡头 就等它中间再长出来的话 再用鸡线捆绑给它上 同样像鸡线的话 我们一样先打顶 像这种鸡条的话就是单一鸡条 很多朋友说他们养了罗焕松 就是没有吃牙 就是因为没有修剪 因为一级没修剪 像这种顶端的话 像这种顶端 如果说你不修剪它 它不会长出吃牙 就是一根几几的鸡条 所以我们就给它减少 减少以后就感觉 它会长出来 像这种一样 很多我们可以减少一些 减少一些有些虫笛鸡的 减少出来 有两根或者三根就可以了 这样一根减少 这样一根减少 像鸡条就是这样子 如果说顶端很高的话 我们可以给它去掉 不要顶端 也可以用鸡线来打弯 因为顶端的话 你可以看一下顶端现在 如果说几几的这种 可以去掉 中间给它倒断下来 这就是让这个树 高度的话 在空气在一米多左右 这就是选鸡条 这就是这种树 的树